你好,我是小年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部光听名字 你就会觉得很美的故事 约定的梦幻岛 超书的标题有没有 而且内容超级暖心 讲述孤儿院内发生的离别故事 哎呀,说到孤儿院 加上这片名一定是会让人只经 有个不停的感恩故事 在如今这冰冷现实的社会 我们就是需要一些能够让自己哭出来的 好故事 不要错过,还请你听我说 恩店,农场之家 这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居住的地方 一位妈妈独自抚养着38位孩子 每一个孩童醒来 都是充满朝气,有活力 每天都能和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打闹 还有一位贴心的妈妈 他们不仅受到良好的教育 甚至还有几率的要参加考试 这个过孤儿院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完善 唯独让人捉摸不透的 就是在孩子的脖颈上有一串数字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在这里的孩子 都会被标记上这种记号 爱马,洛曼,还有雷 是这些孩子中直立最高的三人 他们的考试成绩经常能够得到满分 因此妈妈非常令他们感到骄傲 可是在这块的世界 所有孩子都没有见识过外面的风景 他们从小都是在孤儿院内生活 年龄小的孩子对外界的向往相对比较薄弱 可是身为孤儿院内年龄最大的三人 已经开始好奇外面的世界了 妈妈曾经告诉过他们不能接近背后的那片森林 而修剑的围栏就成了危险的象征 很快孤儿院又有孩子要离开了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每一次妈妈说有人要被领养的时候 孩子总是在六岁的时候 这个巧合没有人发现 也没有人在意 直到妈妈亲自送女孩康妮出去时 这家孤儿院的真正目的才被人给发现 也是从这里开始 划分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小黑暗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些孩子那么可爱 是吧 艾玛和诺曼发现康妮最喜欢的娃娃没有带走 于是他们想到妈妈也才离开不久 便带着娃娃想要追上妈妈 他们上次离开了孤儿院的领地 可是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他们所想的一样 他们所属的地方安静的可怕 到处都充满着诡异 而艾玛不能接受的是 她在一辆车上看到了康妮的尸体 紧接着这位有了动静 躲在车底的两人 看到了一群怪物 他们长相怪异 而且竟然吞噬声漏 供应食物的人就是他们最爱的妈妈 显得妈妈和这群怪物达成了合作关系 他们以为傲的家在妈妈眼里 警示 死养场 两个孩子找到了机会 逃回了孤儿院 这段经历 让他们产生了几度的恐惧 而罗曼就最早恢复冷静的 开恋自信的模样告诉艾玛 自己会想办法带所有的伙伴 一起逃离这个地狱 艾玛被想忘掉那晚发生的事 结果他们带过去的娃娃 却掉落在当初的现场 可是隔天的妈妈还是那么的温柔 还是那么的美丽 知道真相的艾玛对妈妈产生了恐惧 她很担心妈妈会从娃娃那边找到线索 而罗曼 这是给予艾玛鼓励 让她不要紧张 现在 一定需要表现冷静的状态 而他们现在也终于知道 这家顾问院的生存瓦则 昨晚那些怪物就说 只要在六岁的时候 如果考试成了最低分 那么就会被当成货物送出去 罗曼 艾玛 雷 三年就是因为每次考试都是满分 所以才会躲过一次又一次被出货的情况 但是显然这不是逃避死亡的好办法 因为他们三年不过 是被高级圈养 越聪明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所以 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些怪物 所要求的美味程度 但是 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 自己被出货的时间 是何时 所以两人便在顾问院附近展开了调查 可是当他们绝望的是 四周都被高墙围住 而在高墙外 还有一座高墙 这是一座无法逃脱的监狱 但这些 都还不是问题 因为罗曼想到用绳子 爬出去的办法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身体内早就被妈妈 在抹出直入的GPS 所以他们的行踪 即会是在妈妈的掌控中 而故意透露监视器的存在 也是因为妈妈实在找不到 能给娃娃的人是谁 所以 她需要让那位 失晓孤儿院秘密的孩子畏惧 妈妈其中怀过哀骂 但是 在罗曼的心理辅导下 她并没有暴露麻将 而是依旧像以前一样 喜欢着 这个善良的妈妈 由于最近 爱妈和罗曼走得太近 所以便引起了雷的主意 她不断监视着两人的行动 最后 在逃出过温的关键地 也就是那围墙下 找到了两人 罗曼和爱妈 并没有隐瞒这个秘密 其实雷和他们两人的想法 并不一样 如果带着生下的孩子 那么所有人都别想逃离 即便侥幸逃离了这里 那么在未知的世界 他们还是无法生存 但是爱妈却相信 却一丝希望 在漏漫的传说下 雷也加入了他们的逃离计划 结果毫不容易多了一个伙伴 没想到妈妈 也喊来了一个伙伴 他们需要逃离的难度 又是上升了一个档次 修理科洛尼 和妈妈的关系 其实并不友好 但是主持那边 也担心顾客院会发生问题 所以便派遣科洛尼 听从妈妈的安排 妈妈的成为命令般的语气 让科洛尼的情绪 所变得有些不正常 他在昏暗的房间内无动身姿 幻想着自己未来取代妈妈的体位 隔天 爱妈想了一个办法 去年孤儿院内的孩子 那就会变向了孤儿院周围的森林 玩出迷藏 这样一来 孩子们的警惕性和体能 都能稍微得到强化 结果 科洛尼也想参加 与这场面就变成了这样 你抛弃的真好笑 像汤姆迪的老妈子 场面一度混乱 孩子们纷纷都被科洛尼给找到了 即便欣欣满满的爱妈也被她给抓到了 而到时间后 就只有雷和洛曼没有被抓到 这次训练 一当爱妈知道这些孩子 还没有清楚死亡的恐惧 而笼罩在孤儿院的阴暗 还没有结束 三年发现妈妈对孤儿院内 所发生的事情都无比清楚 前来他们所有孩子中 有内鬼的存在 而那些低于六岁的孩子 就占了一半 内鬼其他可能 是他们这些年长的孩子 所以洛曼决定将这个真相秘密 透露出去 糖和饥饿 是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年龄最大的孩子 一方面 可以让团队更加强大 另一方面 也可以淘汰内鬼的存在 在糖和饥饿制造真相后 他们的脸色瞬间变了 这个温馨的家 顿时变得阴森几凉 不过这还是诺曼 隐藏了康尼死亡的真相 否则两个孩子 有可能当场情绪失控 他们利用求生的欲望 以及想要寻找自己伙伴 康尼的想法 让两人加入团队 不过目前他们的任务 是寻找可以逃出去的绳子 因此 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 所有人都不会放过 他分别给糖 还有饥饿 他们投入不同位置的绳子线索 这样一来 只要拿这个绳子丢掉 就可以抓到内鬼 是谁呢 在此日 诺曼和雷开始盘查 绳子是否有丢失 果然床下的绳子不见了 而这个地方是糖知晓的地方 但诺曼却告诉雷 自己告诉糖常层子的地方 其实不是床下 而是食堂 从一开始 诺曼就在怀疑雷 而雷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果然真的是妈妈的间谍 而罗曼之所以敢承诺 光明正大地拆穿雷的身份 是因为他知道 其实雷早就在计划逃离的方案 而且罗曼和艾玛 能够发现孤儿院的秘密 也全是雷的功劳 是他射到 让罗曼和艾玛 走出了孤儿院的大门 雷和妈妈 一直都在保持 交易的状态 为了能够不被出货 雷需要给妈妈提供足够的情报 相反 妈妈也会给他一些 外面世界破旧的东西 因此雷利用这些旧货 找到公克妈妈 在他们身上房下的监控器 其实罗曼他们早就 找到监控器所在的地方 从刚被抓来的孩子耳朵背后 找到的 雷从无罪的时候 就当成了间谍 而其实妈妈也早就知道了一切 不过并没有对他们下手 她认为自己掌控一切 却不知道雷和罗曼 已经达成了合作 但是雷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没有办法 带所有孩子离开 如果罗曼执意要怎么做 那么她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这件事暂时也就先消停一会 但是罗曼他们一个都没有松懈 继续勘察这个孤儿院的构造 很快就发现妈妈 每天晚上八点都会消失 而他们并没有发现离开的踪迹 显然这个孤儿院 有他们不知道的密室 六国人很快锁定了妈妈的书房 通过计量推测了密室的存在 而这件密室 很有可能就是和外界那些怪物 对接联系的信号基站 但是对于唐和其他他们来说 他们并不知道妈妈的做法 对死亡并没有太过恐惧的两人 不停劝告 质疑调查密室的信息 果然正在妈妈的房间内 找到了密室的路口 但是房门繁琐 他找出了机会 从妈妈的身上投出了钥匙 结果密室内除了通行工具外 摆放了一些儿童玩具 但就是这些儿童玩具 让唐和其他同一次体验到了 死亡的恐惧 他们在此刻终于知晓了那些孩子 不单纯只是被卖掉 而是有可能被杀死了 现在他们两人处在最危险的处境中 好在一位小孩替他们解了围 抢那丢失的钥匙 还给了妈妈 在从诺曼口中得知真正的秘密后 唐却痛苦欲绝 他震撼了自己的无能 而发现完后 微不清醒了唐却跟诺曼他们道歉 他决定好好协助他们 然后一起逃离这个地狱 而当诺曼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突然间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口山 那就是科洛尼 妈妈的信息单元大多数都是通过雷 和自己常年做妈妈所激烈的反侦查 但是科洛尼因为一直在孩子身边徘徊 所以他早就看出了诺曼他们的心思 他可以帮助罗曼他们脑离 因为这样一来 妈妈就会被组织罢免 他的上位计划就能成功进行 他还提醒罗曼他们 不要动歪脸头 如果他们残忍的杀死了妈妈 那么组织那边就会立刻收到信息 每一个女孩如果能够通过考试 活到12岁 再通过原妈妈的引荐 就有可能成为组织培养下一任妈妈的机会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要求 那就是必须怀孕 且生下孩子 但是即便成为妈妈后 他们的心脏也还是会被植入更加残酷的监控设备 如果逃离 便会瞬间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一群孩子 正因为科罗尼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 科罗尼是骗他们的 他只是为了让诺曼他们松懈警惕 然后在房间内 找到关于雷能够攻克监控器的计划方案 这些证据 是张打算向总部汇报 这样一来 他也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奖励 但是 他的奴役算盘打得很好 不过却还是在妈妈的空心下化为虚无 一封总部的信件 让他知道自己输掉了 他在临走前 放了一些东西 才落漫的抽屉 见到了观念他们的执行者祖母 科罗尼还常试用自己找到的情报换命 但是祖母就根本不在意 甚至还告诉科罗尼 妈妈的能力远不止如此 他可是祖母最强大的三枚旗子之一 得知这个真相后的科罗尼 也知道自己不需要再解释了 他等待的怪物 往往靠近他 然后试图进行抵抗 但是他才发现 虽然他从小就在这顾位院长大 他从小就知道想活命就要淘汰他人 于是不断抵抗 但到头来 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幻想泡沫罢了 而清理到科罗尼的妈妈 也不想再逗诺曼他们了 他采取了雷的伎俩 然后通过追踪器 找到诺曼和艾玛 然后质疑了让他们不需要再伪装了 忘记抵抗吧 美好的日子 很快就要到来了 艾玛不希望这段时间的努力白费 他缠住了妈妈 让诺曼赶紧逃跑 但是随着医生死心裂肺的惨叫 诺曼停下了自己手中的动作 艾玛的大腿被妈妈残忍地扭断 痛苦的艾玛在妈妈的怀抱中颤抖 而妈妈依旧变在笑容 依旧是那么的温柔 抚摸着自己怀中的孩子 他告诉在场的孩子 明天就是诺曼被出货的日子 显然 这段时间的努力 完全都是白费了 所有孩子都非常伤心 只有诺曼强装镇定 安慰艾玛他们不要放弃 因为至于他们两人被出货的日子 还有一段时间 那些幕后的人 不会在同一时间连续出货 诺曼的牺牲 或许可以给他们带来时间缓冲 而这些也不是主要的原因 诺曼也想活着 但是如果他逃掉了 出货的人可能会换成雷或者艾玛 那好在外面的那些人 对于货物的完整要求非常的高 艾玛开玩笑地说 只要雷也像他一样受伤就无事了 所以在艾玛那一句 一起活下去吧 诺曼 这个年仅只有11岁的少年 重新南起了对生的渴望 在天亮的到来后 诺曼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绳子 飞奔出去 来到了那面围墙外面 他们早已准备了无数次 更何况 现在只需要诺曼一人逃出去 他通过绳子 翻越上了那面围墙 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美 就有点脚下 他神不见你的深淤 也是很美 诺曼绝望了 而妈妈在发现诺曼不见之后 也完全不着急 不断望向远处 果然 在花魂的时候 诺曼还是回来了 此刻 只有他和妈妈清楚之所以回来的原因 他们也在笑容 但是 忽然看出内心的深深无奈 他告诉了雷和爱玛真相 然后 深情地和他们拥抱 告别 离开的时候 他穿着正式 爱玛还企图让他逃跑 但是 对于已经放弃生的人来说 任何帮助都是无用的 和妈妈走向外面世界的时候 他忍不住问了妈妈 你幸福吗 而他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幸福 但是 真正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只有妈妈的内心才知晓 从动漫消失的那一天 雷和爱玛就一蹶不振 他们不再计划逃跑 妈妈来到爱玛的身边 告诉他可以成为替补妈妈来活下去 每一个孤儿院妈妈都可以选择一位女性 来作为妈妈候补 只要生下一位孩子 再通过原先孤儿院的妈妈引荐 就可以活下去 这一点都不丢人 这是面对折磨时最好的抵抗办法 人在绝望的时候 会不断想要抓住生的希望 可是 如果生的选择是狗活 也应该不要放弃 只要接受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份沉重 就会变得很轻松 一切都是因为想要努力地活下去 爱玛没有听进去 她依然像之前一样放弃了对生的追求 可是 这一切不过都是障眼法罢了 诺曼用她的牺牲 来让雷和爱玛表现出极度的悲伤 从而希望了妈妈 不要再将过多的注意 放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一刻都没有想要过放弃求生 最让雷意想不到的是 这段时间 雷和爱玛都没有联系过 他们一切都是凭借本能的默契 这一次 他们要制造火灾 引发混乱 逃出去 因为妈妈的任务 就是看管货物 所以 他们清楚妈妈对这些孩子的生死 非常在乎 这也是他们能够逃出去的机会 雷将游倒漫的整个房间 甚至想要牺牲自己来拖住妈妈 给爱玛更多的逃破机会 火焰 就为她的手中咬夜 但是却把爱玛给阻止了 因为 诺曼在离开之前早就安排了一切计划 她只是这个计划最关键的一环 因为整个顾问院 能够成为替补妈妈的 暂时 就只有爱玛 所以 她是妈妈最容易关注的点 因此 她必须在这段时间 低沉 让妈妈产生错觉 而在白头妈妈注意的时候 其实她早就让 唐和吉尔去安排好逃生工具 并且把孤儿院的秘密 告诉了所有六岁以上的孩子 爱玛也知道 自己不能再有圣母之心 因为 想要带走所有孩子 显然 是不现实的存在 并且这些孩子 在没有达到六岁和十二岁之前 都是属于安全的 所以 爱玛在计划执行之前 找到了六岁以下最充能的孩子 然后把真相告诉她 让这个孩子成为未来拯救生家孩子的关键 爱玛在准备一切完后 牺牲了自己的耳朵 取掉了追踪器 然后带领所有孩子来到围墙下 他们登上了围墙后 用准备好的绳子 打建了一个临时的花墙线路 这些准备 早在之前 他们在孤儿院内 游戏的时候 都做过了很多遍 那些游戏 都是为了能够逃离 这个孤儿院所做的准备 等妈妈反应过来的时候 孩子们 已经在路续续的 翻过悬崖 她轻而易举的就登上了围墙 因为在多年前 她也如同这些孩子一样做过抵抗 只不过最后和罗曼一样 看到让她绝望的真相 等她赶到后 只剩埃玛还没有离开 妈妈本来是有机会 有助埃玛的 但是 她却目送埃玛离开了这里 看着孩子们都安全离开 她解开了自己的长霸 回忆起多年前的那些往事 回忆起 自己还在挣扎的时刻 她真心地祝福这些孩子 能够逃离深渊 也祝福自己的孩子 雷能够活下去 当初 她被妈妈引见 并且生下孩子 成为了孤儿院的妈妈 而在孤儿院内 她看到了自己的孩子雷 幕后的那些人 知道如何控制一位女性 她就将她最亲的人 留在身边 她清理掉所有淘宝红迹 并在微笑地 回到被破坏的孤儿院内 然后等待总部 那边的安排 也在祝福那些孩子 一定要完好无缺地 活下去 这就是约定的 《孟欢岛》第一季的内容 这部番剧和来自深渊 非常的像 同样都是超级卡哇伊的人物 但是没想到在背后 这极度黑暗的伪装 妈妈其实也是苦命人 相信很多观众 也都能理解妈妈 而第二季 在2020年 已经确定要开播了 真的是超级期待的 但是看完后 真的有种感觉 自己活着 就是投诉用的 12岁不到的孩子 那智力和心性 已经超越了常人 而如果在一部动画电影 《阿修罗》中 讲过了人吃人 是为了活下去 那么这部番剧给人的感觉 就是在颠覆这个理论 战乱时代的饥荒 并不存在 吃人 不过 就是因为好吃 微笑地生下自己的孩子 然后微笑着 把自己的孩子 送进怪物的嘴里 一切 就是因为 只是想要自己活下去罢了 结尾给没有看过漫画的人 看到了希望 可这不过就是从已知的地狱 好像未知的地狱 千万不要因为 看到我的解说 就放弃看原片 虽然我也讲了很多剧情 但是 还有很多 特意留着给你 挖掘 我是少年 一位想要让大家记住的 电影解说 希望每天晚上的十分钟 能让你安静的享受 那咱们下期再见 明晚二十三点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